哈喽 今天是周末跟Kiki一起来约会 然后我们来了一家非常棒的 Blaunch餐厅 对 西餐厅 环境非常好 24期 launch 对 它是在CityLink的上面 下面一到六楼都是城市客栈 是一家酒店来的 那这家店环境非常的漂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这是室外人 超豪华的沙发可以这样爬 然后还有一大厨的仙人掌 我挺喜欢的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午来 也没有什么人 B 其实是卫华侨城的位置 华侨城对面就是锦绣公园跟花囊海岸 然后现在就是无敌的海景 哇 可以见到是华侨城OFT 深圳市南山区 怎算 24期一门生活空间 整个空间划分位置清晰明亮 最中心的餐厅位置有一大面窗景 可以边吃饭边眺望到远处的云伯云 深圳湾 而左边的区域专门给杂志设立的区域 山河跳 苏文 双喜 森森大道 Paris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找不到的座品 可以来这里看许多的摄影书籍和画册 整体装修风格比较复古高级 特别是他们家的沙发 非常的舒服 可以坐上一整天 圆备吗 对 就是袋子袋 澳洲袋子 有特别的 然后那个青沙拉 我觉得跟我的衣服都好配哦 那个颜色 对啦 青酱沙拉 一般是罗乐夜做的 还有黑菜芦笋 我看一下 这家非常漂亮的西餐厅叫做二十四七浪居 位于华侨城附近 也就是南山区 那整体体分呢 我给7分 因为服务态度真的非常好 一直都有注意天水啊 然后上菜啊 这些都 都让你有一种 就是真的在西餐厅的感觉 那食物呢 也还过得去 人均大概 我们两个人点了个套餐是208 人均大概就是100到150左右 也还好 对 但这家店的风景 真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适合 下午茶呀 上午茶 然后坐一下 我看很多人 都跟我一样 带着电脑来工作的 就在周末的时候 约朋友一起出来 放松 休闲一下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里非常的 true 很舒适 后面这个小县人长得也很喜欢 嗯 这个家店 非常好 非常好 一家餐厅也蛮喜欢的 因为它有高空景观 然后能看到一大片的绿色的风景 还有城市景观 我很喜欢在城市景观中间穿插了一些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里面又有一点城市的感觉 能随时想走到城市便利的服务的同时 又能看到很美的景 一纹空间旁边还有给奖座展览会 放映会等提供的岩浆场地 这里还很细心的设计了一个推浪门能够隔音 而露天的座位也特别适合喝一点小酒 风不大 空气候特别好 视野也是非常的开阔 我们现在在香蜜公园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展览 光影艺术展 我们现在去找路 对 很神奇 香蜜公园又居然开了一家咖啡店 在公园里啊 好想去看一下 太棒了吧 四面的蜜窗 对 咖啡店就在那边 蜜窗叫妮可 那里竟然是一家混果汁 哇 这里 我背后这里 居然是公园里 开在公园里面的混果汁店 然后它这个招牌是非常有露营风格的 然后你在这点一杯果汁 你是可以享受到露营的服务的 你是有露营椅啊 露营桌子啊 超棒的 而且它刚好在一个小山坡上 啊 香蜜公园这个idea太棒了 关键是混果汁还很好喝 而且不贵 在奶茶里面 超高 生意超级好人好多啊 Kiki的今天的outlook 粉绿色的 嫩绿色的 芯芝山 然后非常的非常的有春天的气息 这里有一个光影展 我们现在就去找光影展 走吧 这个跟人家的大距离 冰川一样的雕像 嗯 设计师的美感 欢迎展 要不要放这个牌子 牌子在这里 看到没有帮到这个牌子 你就可以知道了 可以的 这东西会 大家要看得多 哎 你的小臂呢 啊 姐姐快去拿 鞋子 我在香蜜公園去了光影展和Kiki 那我今天觉得最放松的时刻就是现在 因为没什么事要干的是吧 对就现在是就是最放松的 最舒服的时候坐在梦果汁里 然后看一下湖边的景色看一下 这个view超棒 今天去尝试了生姜洗发 其实之前我也去过 那我觉得生姜洗发简直就是人类之光 特别是对生理期或者是公开的女孩子来说 非常友好very nice 这个价格就是在80到90之间洗一次 一次会大概洗一个小时 那我这一次特意的去问了一下阿姨 他是怎么洗的 因为他我一到了店里 他就会先把生姜片 生姜切成片 然后放进壶里拿水去蒸 然后呢他就会先给我洗头 等头洗好的时候 那个生姜也蒸熟了 他就会拿榨汁机把它榨成汁 那个过程是非常怎么形容呢 非常舒爽 你会感觉到好像有蚂蚁在咬你的头皮 有一种痒痒的感觉 但非常的温热 因为那个生姜水它是用很烫的水熬煮成的 然后又榨成汁 就是非常滚烫 那其实我洗完立刻就会有效果 就会觉得肚子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比较通畅了 然后生姜哪怕后面洗完了之后 你都会感觉头皮热热的 哪怕是现在就没有那么胃寒了 所以我觉得生姜洗发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发明 鼓励大家都去尝试一下 整个体验下的人都健康棒了 再见 好那就这样吧 拜拜